你好大的胆子 子僧说要活捉梁霞 你竟然以剑将他射杀 你说 你是不是梁霞勾陷太子案 背后的主谋 你是不是怕 子僧活捉了梁霞之后 问出个事实真相来 陛下 臣不是 那是什么 我河东梁氏 原本知凡夜貌 但立地暴力 残害梁氏 待微臣执掌家主之位时 我家中 已无可用的子弟了 河东梁氏 惶惶近百年啊 轩鹤一时 如今却落到如此的天地 林震也很心痛啊 还记得那年 微臣投靠的陛下身边 略有薄激 陛下与微臣打趣 问微臣为何不求封赏 家中辞职 臣实在是有苦难言啊 因为家中 实在没有可用的 轻壮子弟了 臣的两个兄弟 虽是父亲亲生 可个个不成器 臣作为养子 被父亲拒见为周母 已是愧对隆恩 现如今 可不知该如何报答陛下 哭什么呀 有话就好好说 陛下 难道臣不知粮赏粮侠 皆是庸鹿无能之辈吗 若从前 就算让他们照管庄园 田产都不配 可臣有什么法子 臣已年尽不惑 也只能熬着盼着 下一代 能出几个有才感的子弟 朕哪 也知道你们良事之苦 可是 这与眼下这个案子 有何干系呢 太子无缘无故地受了牵连 惹得一身的污名 难道不应该让子圣 活出了梁霞 问个究竟 审个清楚吗 你可倒好 一见相当设则 一了百了 陛下 此事如果继续追查下去 臣认为 于大局不利呀 朕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前途 我们再上 你确实有什么话 那是 你说啊 陛下 臣认为 梁无忌确实不是主谋 臣关梁霞为人 也不似有这等心计的人 那么 还能是谁 在背后筹谋此事 还能是谁有能力 知道太子殿下 跟曲凌军在紫柜别院见面 还能是谁 愿意大费周折地 将此事栽赃给太子殿下 拜其名声 也或许是 太子妃的堂兄 孙慎所为的 毕竟 他负责看管紫柜别院啊 孙慎已被臣拿下了 讨若放他出去 臣敢打赌 他活不过两日 那你说 这背后的主谋会是谁呀 这背后主谋是谁 想必陛下 已经兴致独明 他的所作所为 远远不止这一件事 自然之后 都能喝 他用了 是